105年原住民特考9月初刚结束 这次应考人数3064人 到考人数1764人 到考率有57.57% 而职缺原本5月份公告只有136个 8月底一口气再增加51个职缺 当中则以三等四等考试的缺额为最多 分别需要79名、90名 五等则需要18名 今年刚好我们的那个 报名的人数也有3064人 真正来考试的大概有17064人 所以我们在看那个比例是有超过一半以上 那我们今年的原名特考的职缺 三等考试还有四等五等考试 总共的职缺是187个 而历年来原住民特考不足而录取的类科 以土木工程最为严重 103年与104年录取率都不到两成 原名会则从104年开始 与国立宜兰大学合作 设立土木工程学系原住民专班 去年已招收30位学生 今年则已录取40人为目标 国立宜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合作 能够成立一个就是土木工程原住民专班 去年教育部有核定我们30名 那我们确实也有30名的学生 都有去就是录取被录取 然后可能四年以后 我们会有第一批的 就是原住民的土木工程人专业人才的出现 今年度原住民特考将在11月1号放榜 12月中旬则会进行录取人员分发 族人考生要特别注意 而106年原住民特考也将在明年106年 6月6号到6月15号受理报名 原民会呼吁有意加入公部门服务的族人 提早准备 今天我们在Lulu新北市新装采访不到